你好 你好 又来给我们送口罩的社区 你好 阿姨登记一下 现在疫情也控制得很好 她是一家一户的送过来 上次在小区里面登记了打疫苗 但是我们已经 领事馆的疫苗已经打过了 今天先再登记一下 消毒液啊 口罩啊什么 卡蹦卡 卡蹦 还要拍个照 泰国人 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拍个照 哇这次送了 这么多口罩啊 哇还有消毒液啊 泰国这方面做的还可以啊 OK啦 你看 早上领了那个 应该也叫巨委会啊 给我们发的口罩啊 给我们发的那个消毒水啊什么的 然后肚子饿了 出来来这吃一个 不能算早饭吧 早中饭是吧 早饭中饭一起吃 这个地方就非常出名的一个叫三猪面馆 这里每一碗这样子的粉啊 这个粉呃 只要三猪就可以了 但是他点的话一点是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是18猪 一共是六碗啊桌上的这些 其实呢我们已经吃了这么多了 一共点了六个这样的套餐吧 我们三个人到这个地方吃 这家店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现在已经不是饭点了 但是还是有挺多人的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人还要多 这家面馆啊应该叫面馆 其实开了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听说是从来没有涨过价 就二十多年前是这个价格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味道是不错 但是就一口就是一碗一下就吃完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比较费工人是吧 那洗碗的工人挺辛苦的 每个人都要吃好多好多碗 他还得洗很多很多的碗 这个粉啊你看它有细粉 非常细的这种粉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个鬼调 还有这种宽粉 它其实有好几种粉了 然后白糖的是猪肉的 红糖的是牛肉的 所以有丸子呀有肉末呀 有反正奇奇怪怪的很多东西 所以一个套餐六碗的话 基本上猪肉的你就全骨头尝遍了 另外六碗就全是牛肉的 你这样的话一个人连两个套餐 一般来说是吃不下的 好多的泰国人包括你看那边还有老外啊 有很多老外也到这个地方来 那边是买单的地方 后面就是厨房 我过会带大家去看一眼 你吃了多少 六碗吧 你吃了六碗七碗 七碗 我给你点的是啥二碗 你得把它消灭点 我尽量 尽量啊 这个牛肉啊什么 反正我是已经吃饱了 这些都是我的战绩 没有这里面也有我的 你有六碗是吧 数掉六碗 剩下都是我的战绩 是吧 还有一亭可乐呢 加油加油啊 看好你 现在疫情的原因收音台 它也整个都是包起来的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厨房 工人好像也挺空的嘛 坐在那里玩手机 天天下的工人都是会偷懒啊 你看这边这个洗满阿姨是最辛苦的 那倒是应该休息休息 后面啊在那里拼命的洗满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阿姨你看她就是坐在没记照上 然后泰国啊 基本上像这种餐厅啊 他们都会有这种免费的蔬菜 泰国人是喜欢夹蔬菜 然后把蔬菜放在那个面碗里面 直接吃就可以了 但是我是不太习惯吃这样生的菜 基本泰国人都是这样 你看一碗一碗的拿回去了 经常看我视频的人 应该在很早很早以前吧 应该也看到过我来过这一家面馆 其实我是挺爱在这家面馆吃的 就是开车进来比较麻烦 虽然它后面有一个还不错的停车场啊 但是开进来的这个巷子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呢生意又特别好 如果你不是饭点还好 你如果饭点来啊 你看就那么小的一个巷子里面 就车子开进开出的 特别麻烦 每次都还得到很远的地方去让 让了以后又得掉头回来 很麻烦 所以我来的也不是特别多 那上一次拍完 其实隔到现在可能快一年了吧 就是我又来了 这家面馆的名字就叫三猪面馆啊 它的名字 所以它这个名字啊也不能乱取 你们自己开店也不能乱取 你把价格取在上面 它连变都变不了 你要变价格了 这块板都得换了是吧 泰国人还很喜欢 其实啊 其实啊你们看每一碗啊 数量其实是不少的 对吧 看上去好像一小坨 但是你放在里面 你看水一泡就很脏了 所以吃到肚子里也是很脏的 你吃点你瘦 来来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好惨啊 我买单去了 大家不要向我们学习啊 就是不要点的过量了 我来买个单 那样一些 啊 啊 一百五十三泰 煮三十多块钱 我们三个人啊 吃了已经实在吃不下了 啊 OK 一共一百五十三株 三十六七块钱吧 三十六七块钱 包括可乐啊什么了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胃口啊 六碗其实也差不多了 六碗其实差不多了 吃多了也撑 所以点两个套餐 那也就是三十六株 基本上就是能解决了 啊 像我老婆这样子 小杰这种 哎 一点战斗力都没有 他们 也点六碗就行了 多出来的都归我 哎呀 又好几天没下雨了 只要天一不下雨啊 你们看 三十九度 又三十九度的温度了 哎呀 我就指着下雨啊 这个雨季怎么雨季都不下雨呢 吃完东西寄完东西啊 呃 我们来逛一下超市 哎呦 最近泰国菜吃的有点腻味了 想要放放口味 家里还有梅干菜呢 今天来买点肉回去去做梅干菜 梅干菜 扣肉啊 我们不叫扣肉 我们叫梅干菜雾肉啊 这个啊 刚烧好很好吃 然后冷了第二天早上 呃 把那个冻煮的那个梅干菜里的肉啊 再放到那个泡饭里去 也好吃 这个是热也好吃 冷也好吃的一个东西 另外说到这个东西啊 热也好吃冷也好吃 我又想到一个东西 咖啡 热的也很好吃 然后冰的也很好吃 是吧 只有常温的咖啡是实在太恶心了 哎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 我们来看看超市里的肉啊 其实干菜啊 就是烧那个鸡汁啊 什么也都挺好吃的 啊 这边都是鸡肉 哎 这是个啥 猪排 然后这边呢 哎呀 有没有那种很瘦很瘦的肉啊 很瘦的肉 然后再搭配着一点点这样的五花肉 那应该是最好吃的 150猪 你看看啊 瘦肉150猪 五花肉反而要199猪 还打完折199猪 你看看那没道理是吧 啊 用这个烧干菜肉应该是最好吃的 这个只要125猪 相当于25块钱 25块钱一公斤啊 这是 买了两块 买了两块多少 看看 看 1.358公斤 169猪 那相当于是 34块钱 35块钱吧 好了 肉买好了 然后要照顾一下我们家猫啊 去买点猫粮 啊 我买点 无糖可乐吧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它有没有一封一封的 这个是一封一封的啊 5加1 哎这个可以 普通的是哪一种啊 普通的是这个 这个也买iPhone吧 据说 可口可乐这个品牌 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个牌子 是吧 诶 苹果是最贵的 可口可乐是第二是吧 好像 好买点猫粮 买了吗 买 要不再买过其他牌子的 我在买 可以啊 其他牌子的再买一包 试试 泰国的这个Mio这个牌子 啊 这个我们 我们家猫吃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牌子 那要不这种啊 这种也拿一袋试试看啊 哎呀哎呀 哎呀 BIGC牌不要 那我们买什么牌子的 那5万 好的 这个啊 买这种不大不小的吧 要坐着 好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这么贵 比我肉还贵 今天买点零食啊 好 猫零食 猫零食就这种 两包这个 两包这个呗 好 可以 你们家猫可爱吃这个零食了 哎呀 路过看到他们卖这种塑料风凉鞋 真是土啊 为什么怎么土怎么来是吧 也不便宜啊 99株 20块钱一双呢 这么土 这么难看的 臭塑料的拖鞋 都好丑啊 是不是真的都好丑啊 看看这种香土色啊 香土色 哎 真的是没话说没话说 真的没话说 哦 这个酸奶 这个酸奶好 不是我要拿里面呢 哦 这个打折已经很前面了是吧 日期 嗯 那我拿里面的吧 这个是几号 可三号也不是很好 今天几号 今天五号也还行吧 22号就三号 你再看看 那我再看看里面有没有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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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几号 算了那给拿一封吧 拿一封吧 哎这不是到21号吗 23号 拿那个白的吧 馄饨皮 拿白的吧 哪个这种啊 这种是吧 北市 饺子皮的脚 这个叫啥万里 这种好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是黄的 这个也行 这个不是黄的 可以的 这个多一点啊 嗯 我看着好像北市挺好的 拿一包吧 都拿一包吧 行 行 试试看 买了吧 葱 18-4块钱左右 嗯 好吧 还要买了肉末 这个肉末还挺贵的 要50块钱一公斤好像 嗯 这个是0.35 那么就是50株 10块钱 算是打折了 原价要103组 现在53组 哎 回去做包子了 好嘞 小杰帮子推出来了 而且现在什么都能支付啊 包括哎 没有支付宝的标记吗 好 结个账 好了东西买完了 回家做包子啊 啊 所有的东西里面按单品算是 猫的食物是最贵的啊 哈哈 好 回去咯 回到家咯 开始做包子了 要做了这么多了 猪肉馅的是吗 猪肉馅 你不是说爱吃猪肉馅吗 对对对对 有有再蒸了吗 才刚包 才刚包 还要把它发酵呢 稍等一下 还要发酵呢 好吧 觉得一个小时之后能吃吧 一个小时 哈哈 好吧 泰国的包子真的是没法吃 seventy那些包子 特别软 我觉得他们是用发酵粉做的啊 嗯 泡打粉 泡打粉做的对 咱们这个是发酵的 它那个是用泡打粉 酵母比较好吃一点啊 酵母好吃 酵母好吃 酵母本身算是菌类是吧 那也算荤菜是吧 皮子也是荤的 哈哈哈 哎 这个馅子啊 闻闻都很香 嗯 真的啊 馅子闻闻都很香 嗯 真香 不错 吃吧 吃吧 这都想吃了 呦 馒头好喽 来我先来一个吧 好香 嗯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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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先吃啊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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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